我的TSN 到了七八年终于回来了 也不知道爸妈跟弟弟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然后 啊 赵都可以放你怎么给我洗的鞋子 我6000块钱的鞋子全被你洗坏了 对不起啊莉莉 我不知道这些不能随喜 要不明天我陪你再去买一双吧 就你这身穷酸药 谁肯卖给我呀 直接赔钱吧 鞋子六千块 广街八千 你赔钱我就放过你 好 等等 你谁呀 明明 别欺负我妈 明明 你怎么回来了 妈 你就是王帅那个 在大城市混的哥哥吧 王斌 我看你是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吧 说什么呢你 这是哪个大老板的车呀 一看就很有钱 原来是哥哥的车呀 没想到哥哥都成大老板呢 哼 现在只要叫我大哥了 刚才你想干什么 主要是因为我最近怀孕了 脾气火爆不是已经很正常事吗 对吧 妈 冰冰啊 妈没事啊 待会儿妈让爸 多给你做点好吃的 好的妈 要是有人欺负你啊 你就告诉我 我要那人 吃不了兜着 没有没有啊 走 你先进屋西啊 哎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在王斌面前说一句我的坏话 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 走 就让你吃不了兜着 我不会的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来老婆 怀孕了多吃点肉 谢谢老哥 你对我也太好了 妈 你也多吃 快 老婆 你怎么了 怎么还哭了呀 我就是想起了我那个苦命的弟弟了 你说现在哥哥都开着这么好的车了 而我弟弟还在几天平成 连女朋友都找不到 我 我就是觉得对不起的 对不起啊 大哥 要不你发发善心 给我爹爹买一台豪车吧 按照你都当老板了 也不差你点钱对不对 就是给买一辆呗啊 你要是没时间 把钱给我 我也可以去买 我说今天怎么都有这么好的 原来是冲着我的钱来的 王斌 你怎么说话呢 你的钱 不就是这个家的钱吗 我拿这个家里的钱 补丢我娘家弟弟买台车怎么了 哼 王斌 你不要进去不吃吃把酒 谁给你的用钱 杨俊茹吗 你 王帅 你看我怀着孕呢 你就任由你哥这么说我吗 王斌 你怎么跟你弟妹说话呢 啊 赶紧道歉 我 快 你别 你因为怀着身孕的 道个歉事情就过去了 听话啊 行 一百 你造成了 原谅你也行 但是 你今天必须把我娘家买车的事情给解决了 对 解决 必须解决 这事啊 我拍板了 王帅 你还是不是男人了 你刚才就任由你哥那么欺负我呀 你小声点 你怕什么呀 你想想你哥那么有钱 你现在要是不把公司拿过来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呀 老婆 我觉得你说的对 要是你老公以后我当上了总裁 那你 就是总裁夫人了 哎呀 讨厌 王帅 既然你这么不顾兄弟情义 你就别怪我无情无义了 快进来吗 好闺女 快坐 好闺女 闺女 你昨天晚上说要给我买辆车 我们高兴的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 是啊姐 你让他给你买车他就给你买车 姐你真厉害 以后我们这大家子就指望你一个了 这整个家都是我的 别说买车了 我要什么 他就会给我买什么 闺女 你说的对 咱们快点出发呀 别着急 我让王帅把他搁拽起来 咱们就出发 快坐吧 怎么还没来呀 怎么还没来呀 哎呀 哥 等会去售车处呢 你就好好帮你弟妹挑挑车 知道吗 你又不差这个钱 王帅 你这是已经帮我做决定了是吧 哎呀哥 你弟这么做都是为了咱家好 你看我娘家人都了他走吧 爸妈 谁 你 你好 请问您需要什么类型的车 把你们这最贵最好的车都给我拿出来 我可不差这点钱 我们这最贵最好的车性价比没有很高啊 我更推荐便宜一点的 我带你去看看吧 你什么意思啊 瞧不起我姐 以为我姐买不起 把你这最好的车拿出来 嘿 什么下个乱的玩意啊 敢在这里卖车 男弟给我滚蛋 我人 哎呀 呃美女 一看你们就是有钱人 像我们这样的豪车 正好适合你们这些有气质的人 我带你们去看看 来请请请 你好 你好 请问有什么需求吗 哦 那是我爸妈 我想带你们买辆车 好的 爸 妈 闲着也是闲着 跟他去看看车呗 那我们来看看吧 您可太有眼光了 这辆豪车全球限定十辆 正好适合您 附加千金的身份 确实不错 高端大气上档子 嗯 啊 在这签子吗 对 是在这签子 对 这签子 太有钱了 是啊 这更钱了 哎呀姐 你可太有钱了 你可太有钱了 我就喜欢跟您这种大人物合作 姐 这个车 五千万 请问您是贷款 还是 啊 你刚说什么 支付的方式是贷款 是 哇 全款 全款 哇 小姐姐姐姐姐来来来来来 千万呢 来来走去看 来 开始 不服天 不服地 救救湖里 超能力 不服山 不服水 买豪车 不护回 恭喜你小姐喜帖五千万的豪车 真 千万 是呀 还是全款 这是哪间的大小时 一线子拿得出这么多钱 听见门对车全球限量 是哪呀 哎 李小姐 给你准备的彩蛋 你还满意吗 还行吗 那 咱们可以负款吗 哥 可以付款了 哥 可以付款了 王毕 我叫你付款 你听不见吗 这茶不错 王毕你聋了吗 我叫你付款 你听不见吗 付什么钱 狗东西 你聋了吗 我姐跟你说话呢 我嘴不吃屎吗 这么臭 你 你看 你要看动冰冰 小心我废了你 爸 你看他什么态度啊 你说什么态度 冰冰什么时候说给你们这些人买车了 就是 冰冰自己算不起来 凭什么便宜外人 外人 谁是外人 那可都是我的岳父岳母 你也知道 那是你岳父岳母啊 有本事你自己给他买一圈 我们绝不会有坏话 好家伙 原来是借自己婆家哥哥装大方啊 这种人啊 真丢人 没钱装什么币啊 你们懂个屁啊 是他自己说好要给我弟弟买车的 你给我们解释什么 哥哥不愿刀燕大头 他着急了呗 你们 莉莉 冰冰什么时候说给你弟买车了 冰冰什么时候说给你弟买车了 爸 昨天在饭桌上不是说好了吗 怎么现在能反悔呢 对啊 就是你答应我们的呀 哎 清家 我不是听莉莉说 你昨天已经定好了吗 你可不能反悔啊 呀 我知道了 该不会你这个做大老板的哥哥 是个假的吧 根本付不起这么多钱 原来是这样啊 我说怎么原本定好的事情 现在磨磨叽叽的 我看你就是个穷逼 之前在装大捆 大家快看啊 没钱还装逼说好了给我买车的 结果没钱了 好安啊 好安把他们全抓起来 谁说我买不起的 谁说我买不起这车 你能瞎说什么呀 五分钟前王先生才花了五千万 买了这黑钱球 限量十台的豪鸡 哎呀 爸妈我就说嘛 哥哥是大老板 你看我说他给我买 这么就买了 姐你真厉害 哎呀 大爸 还是我家闺女厉害 妹妹 这 别急 你才刚开始呢 哎 怎么是王大国和赵贵芳啊 什么 王大国赵贵芳 王宾你什么意思啊 这本身为什么不是我爹爹另外你的名字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给你第一名 王宾 我看你是想死 嗯 哼 莉莉莉莉莉 就你这点金粮还想杀我 你 你疯了 你亲哥哥你也敢打 爸 他打莉莉 你为什么不教训他 是莉莉出手最新 一定是自卫 有什么问题 好 哥 既然你那么有钱 那你赶紧把买车的钱交给你弟妹 然后赶紧走 这个混账 他怎么养出你这个身口 你连亲哥哥都酸起 爸 我也是你儿子 你为什么只帮他不帮我呀 我算是看透 你们只是看着他有钱 所以才偏袒他 对吧 那你哥什么都让你 你还说出这种话 你呀 行了爸 爸妈咱们先走吧 等等 你们还想走 你们还想走 不能走 把钱付了才能走 我姐嫁到你们家 就是你们家的女主人 你们都得听我听的 今天这车你买也得买 不买也得买 王毕这么有钱 耍我们呢 怎么 我有钱我活该 我有钱我就应该给你们 你的钱就是这个家的钱 这个家的钱就是我的钱 我拿我自己的钱 给我弟弟买这辆车怎么了 哼 你们想走可以 把钱留下来就可以走 这也太不要脸了 算你自己婆家哥哥 给自己亲弟弟买车 是啊 自己没本事 把主意打到婆家哥哥身上 真是闻所未闻哪 就是 你个臭病 你算什么东西 怎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你敢说我姐 你们怎么打人啊 看你那么糟 肯定出来买的 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 我不行了 我心脏病要放了 你家子围着我一个小姑娘 欺负我一个小姑娘 哎 110啊 你装什么装呀 你继续 你什么呀 放手 什么呢 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这是4s 店 不是你们闹市的地方 你们几个仗的人多欺负人家小姑娘 还要不要 不是啊保安大哥 是他们三个想闹市的 他嘴巴那么贱 打他几个巴掌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这是我家事 你俩别管 保安大哥 救救我 我心脏病快犯了 还给我装是吧 住手 干什么 哎 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姑娘别怕 我已经帮你报警了 谢谢哥哥 毛病你 爸妈 警察好像来了 咱们赶紧跑吧 大陆还想跑 快背钱 放开我 放开我姐 放开我姐 签了合同不付款 孩子这闹事 给我带走 给我带走 带走 保披你 我迟到有一天要杀了你的 我等着 小帅 他怎么还不回来 他不会想不开吧 啊 放心吧 没事的 嗯 他爸 你还是去找找吧 我去看看去 没事的 没事的 白天买的那个车太贵了 我和你爸也开不了啊 不行咱们把它退了吧 没事的妈 那车啊 您就安安心心开着 就当我自己买给自己的 行 对了妈 问你个事 哦 那个 弟妹是不是经常欺负你 啊 哼 你们要干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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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要干什么 干什么 汪斌 你不是从大城市回来的人吗 你不知道我们想干什么吗 你们 呃 不要 什么废话 不然废了 姐别跟他们废话 你们不要碰他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妈 妈 都这个是 你还换着这个狗东西 你没事吧妈 你说你这狗东西 你没事回来干什么呀 为什么答应给我买车 你说你都这么有钱了 跟我爹买辆车怎么了 啊 今天这4S店 这么羞辱我们 你们都是找死 你们这是在犯罪犯罪 犯什么罪啊 在这个家里啊 我说了算 这个家里的一切都是我 嗯 想要什么 说吧 说呢 休息 小车 休息 嗯 啊 赶紧把车交出来 赶紧扶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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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斌 我还是那句话 你的钱 就是这个家里的钱 这个家的钱都是我的 包括你 我劝你啊 识相点 车药声车会都给我交出来 等会 我 嗯 雪姐 我告诉你 你别做梦了 汪斌 你说你这么这么多钱 你给谁挂呀 哦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老乡好呢 还是说 你在外面被哪个老女人包养了 啊 周上 小帅怎么会娶了你这么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啊 我蛇蝎心肠 我蛇蝎心肠 王斌 你说你挣这么多钱不给家里人花 你给谁花呀啊 爸妈辛苦把你养这么大 你就是这么抱的他们的吗 啊 爸妈的是跟你有屁的关系啊 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爸妈在这个家里就是我的佣人 竟然你不承认 那你就是被老女人包养 不然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你 啊啊啊啊啊啊 闭嘴吧你 够东西别动 还嚣张 啊啊啊啊别他妈叫 嗯嗯哎 你刚刚不是说好戏刚刚开始吗 这就害怕了 你没在家的时候 我天天都是这样和你妈的 但是自从你回来之后 尤其是今天 你让我在4s 店受到的屈辱 我心里就让你好好感受感受我的痛苦啊 嗯 让你跌下海角 臭 哎呦想说话了 上你说 是我妈 别动我妈 你们想要什么 我都给你们 钱车子 都可以给你们 你不是很嚣张吗 白天不是很强硬吗 怎么现在知道拿钱解决了 你的钱 还有车 我都要吗 对了 还有你的公司 我 一样 没事的吗 赶紧亲 是吗 你要保证我和妈的安全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条件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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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变成有钱人了 姐 你马上就成总裁夫人了 总裁夫人 你们说的总裁是 还能有谁啊 老公 王帅 王帅 是 你跟他们一伙的 对呀 出什么你 帮我也就算了 你连妈都敢动 哎 我可没动他 再说 不是你们白天逼我 怎么可能干得出这种事情 哎呀老公 你都要当总裁了 还跟他们费什么话呀 咱们赶紧开启下一步计划吧 下一步计划 还打算做什么 当然是送你们娘俩下地狱啊 钱跟车子公司都给你们了 等你们娘俩下了地狱 加上这份合同 到时候啊 你的公司就是我们的了 嘿 帅 帅 帅 以前不想要了 王帅 好好享受享受吧 你们两个手脚干脆的 怎么样姐 啊 向你感受感受我的痛苦 记住下辈子 别这么有钱 住手 哎呀 不许动 我 孩子你醒了 别动 妈 爸 没事了 别担心 你别怕 警察把他们全部抓了 你弟弟这个畜生 到处生他的时候 就应该把他掐死 还有令许丽 我真没想到 他居然这么怠毒 是吗 我这不好好的了 幸亏你把及时赶到 要不然 我都不敢想 妈 我现在不好好的吗 别哭了妈 都怪我 当初非让你弟和他结婚 才有后面那么多事情 妈 这事真不怪你 别自责了 别哭了 不怪你 要怪就怪那心思歹毒的畜生 爸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李伟杀人为随时决定的 还有故意伤害罪 你弟 你弟妹是主犯 这几项罪名加起来 够他们几人喝一壶的了 好 那就合作愉快 好嘞 老公 我请求你了 带我去看看病吧 我再不看病 我真的会死的 看什么看 看什么看啊 你这病是绝症 早就治不好 看你是老婆钱 老公 你 老公 医生说能治的 只要我去看医生就能好的 你请求我把带我去医院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看病要花多少钱啊啊 我这么这辈子被你害惨了 还想看我 老公 你救救我 你不想 老公 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 想治病啊 可以啊 找你娘家人拿钱去 反正我 没钱 老公 救救你 救救我 开车吧